这个小道士被打倒在地 他却毫不在意 周围人都在嘲笑他 他见状却笑得比别人更大声 他叫何安夏 是一个孤儿 出生后便被遗弃在道馆门口 道长将他收留还给他取名何安夏 何安夏二十岁那年由于道馆缺粮 冠礼举行了比武大赛来决定取留 他赢了以为能留下 却没想到道长让强者下山自寻出路 下山之后 何安夏到了繁华的城里 在这里他因为一只荷叶鸡 与西医馆老崔结石 老崔见他可怜 将他收为医馆学徒 老崔的医馆是祖上传下来的 加上他的医术不凡 还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妻子 日子那叫一个幸福美满 可老崔还有个弟弟 弟弟崔二也有一间祖上传下的医馆 但由于他心思不正 并没有将祖上医术发扬光大 反倒是喜欢钻研一些稀罕玩意 这天老崔带着何安夏来到弟弟医馆 想要老样子拿点药促进夫妻和谐 虽说是从弟弟这买 但其实是老崔接济弟弟的小手段 老崔刚拿到弟弟给的膏药 却没想到弟弟说出了一件 让他生气不已的事情 弟弟竟将祖上留下的医馆给卖了 就只为换一个戒指 老崔生气又无可奈何地质问弟弟 为何不与他商量 弟弟却反问道 你为了个女人 神仙都不做了 跟谁商量过 老崔气得掉头就走 等何安夏追上老崔 老崔与他讲起了自己的往事 原来老崔以前也当过道士 在道观中对漂亮的玉珍一见钟情 一见清风入红尘 何安夏傻笑着听着故事 老崔却说他不懂 晚上他在院子里洗着衣服 却好像隐约听到了什么动静 他忍不住好奇地探索 在看到老崔和玉珍在房间的亲力互动后 他或许懂了一些 这天老崔让他去崔二那拿药 没曾想到 竟让他发现了崔二与玉珍的奸情 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想起老崔对玉珍的爱 他决定先瞒着老崔 何安夏找到机会与玉珍挑明 劝告玉珍以后一心一 何安夏决定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崔二与玉珍在船上聊着天 崔二喜悦之情一于言表 玉珍却开心不起来 突然两人发生争执 却发现船舱底部竟然开始涌入湖水 而门窗都已经被人从外面锁上 任凭他们尽力呼喊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连人带船沉入水中 镜头一转 何安夏在水中与玉珍遥遥相望 他却什么都没做 最后掉头离开 这个男人使出一招九龙河壁 竟然将几里开外鱼缸里的装饰都给震碎了 鱼缸却丝毫不受破坏 这样的绝学教由外人 竟只为换一罐药酒 何安夏为老崔报完仇后来到了一间寺庙 他不知如何寻得心安 只好一直在佛前磕头 方丈让他在庙里找回他的心 可静星七日 他虽忏悔 可还是想不清自己是对是错 他便下山回到医馆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会武功的年轻人 他用一招九龙河壁与何安夏换了一罐药酒 这罐药酒竟是该男子与师父对决的礼物 何安夏听到这里好奇不已 于是便偷偷跟踪男子去看了他们师徒对决 球场上一番客套之后 这对师徒打得难舍难分 本是男子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没想到男子的师父却偷袭使出狠手 将男子用刀捅死 这个卑鄙的师父叫做老鹏 他这么做是为了儿子彭七能顺利继承他的位置 何安夏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没有张扬只是悄悄离开 第二天彭七来到医馆为父亲抓药 还带了一只有毒性的动物来与何安夏一起品尝 两人中毒后竟然将心里的阴暗面展现了出来 他们溜到一间小庙想要将功德香偷出来 没想到竟被里面的扫地僧周西域阻拦 何安夏被他的功夫吸引想要拜他为师 而彭七在交手的过程中认出了他 立马回家将此事告诉了他父亲 原来周西域和老鹏是出同门 老鹏的父亲去世前将原基数传给周西域 老鹏极度不已将他逼走 自己坐上了父亲留下的位置 老鹏来到小庙 想要得到原基数的秘籍 两人交起手来 一番你来我往不分上下 关键时刻周西域使出原基数 将老鹏击退 老鹏见识不妙 假意离开时则在门外运工偷袭 周西域识破后成功挡下攻击 两人又是一番交手 最后周西域勉强获胜却也身受重伤 何安夏再次请求拜他为师 周西域便问何安夏是否能做到 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不臣不恨 不臣不恨 得到肯定的答案周西域便开始教他自然的规则 这两个男人在战火中奔跑 他们在桥上紧紧拥抱着对方 在水中获得新生 老鹏回到家后便倒了下来 彭七去取药的时候 看到抽屉里的手枪 深夜彭七拿着手枪到了周西域房前 为父亲报了仇 何安夏听到三声枪声立马赶了过来 却只剩下周西域一人倒在血泊中 天刚当亮 何安夏慌忙地背着奄奄一息的周西域来找方丈 可方丈也是无能为力 到周西域临死前 最后的心愿是想见到他的挚友查老板 查老板与周西域相识于战场 两人都有身不由己的原因 查老板在战场上被敌人的炮火吓得快要封掉 周西域在绝境中将他救下 鼓励他开始新的生活 传授他原基数 周西域为日 查老板为月 两人日夜修炼 将原基数炼得出神入化 查老板听到昔日好友的死讯发誓要为他报仇 正巧赶上警察署长的一太太生日在西院大半 查老板为报仇得罪警察署长 他便找到老鹏 想让他帮忙干掉查老板 有警察署长从中作梗 查老板寻仇不成 查老板便站在前面路中央 警察署长便恶狠狠地命令司机撞过去 没想到查老板气定神闲 竟双手用枪一条 将急驰而来的汽车挑飞到了河里 汽车爆炸 警察署长也就此丧命 故事的最后 河安夏跟着查老板 又上山学艺去了 老马觉得倒是下山 亲身经历俗世中的种种 体会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感受他才能参透他 正如电影结尾所说的 经历了红尘中的善恶是非 爱恨恩仇 才能真正领悟 大到真谛 讲有深意的电影 过有意义的人生 我是老马 我们下期再见